劉永克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 本港院社只有3%的院友和23%的員工 接種了新冠疫苗 進度與英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比較 雙形見絕 羅志光在網示說 英國94%院友和近80%員工 都接種了最少一劑疫苗 而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 就有97%院友已經完成注射 近90%員工就注射最少一劑 比較之下香港院社價接種率非常低 他說沒理由相信本地院友的身體狀況 會較兩地的差 認為必須在短期內調整測量 增加院友和員工接種量 否則探訪安排和室外活動等 可能會放寬無期